这是火腿吗 全黑的呀 你看 我随便轻轻碰一下 就全蹭手上了 原来石锦蛋的第一种配料是火腿 说实话 在我见过的诸多美食中 陈师傅家的火腿 是颜值垫底的一种 这黑油油的脉象 看起来哪像火腿 分明是猪腿形状的 一块块大木炭 这真的可以成为石锦蛋的配料吗 这个跟那里面是一样的是吗 只不把那个黑色的灰给洗掉了 对对对 在外层洗掉了 你看看 你看 这个颜色 就是完全实物的颜色了 对对对 这个深红色 看着就能勾起人的食欲 而且现在这个质感 非常非常的硬 哎呦开了 来看看 哇 好看好看 哎呦这个真漂亮 我是不是很一口 一口火腿香 很香好 要吃就是 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随便片一片一片 我尝尝 嗯 你知道描述猪肉味道的时候 很少会用到鲜这样的词 因为鲜都是什么海鲜啊 核鲜啊 才是这么说 但是吃完这个火腿 咸的那个劲过了之后 是一种非常鲜美的味道 最后 留存在口香里的那味道 是一种 它回味无穷 是一种清香 陈师傅告诉我 他制作的火腿 之所以有淡淡的清香味 是因为 这是用茶树枝熏制的 是一种清香味的 词异性的